让人家工作人员给我测个血糖 我看要需不需要减肥 但是现在有点害怕 不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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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疼是吧 真的 我有点害怕打这 放心 不可能不疼 你这样说我都不敢打 不疼 就稍微的疼一点点 真的 是不是一点点 再见美女 说英语 哈喽 哈喽 今天跟我妹又换班了 今天下大雨了 毫了 就是一场秋雨一长寒 但是现在是一场冲雨一长寒 感受一下冬天的威力吧 我现在下楼 去拿一下快递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要走的时候 我妈就说 你别走了 今天外边那么冷 你就别动了 别把你动倒了 我就跟我妈说我拿饭就不冷了 其实我妈就不想让她走 让她陪着她 挺开心的 看这个地都是凉松松的 太冷 先来的雨伞 但是 挡雨的等级感觉级别还是不够 好 没有想到吧 我下楼拿快递 她竟然关门了 2点才开门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大楼这等一等 我本来好想睡个觉呢 因为现在头特别晕 但是还要拿完东西 今天不是下雨吗 就是房间里边超级热 外边超级冷 你就有一种 不睡觉就对不起这种天气 尤其是如果说这个天 吃着火锅睡觉的话 我真的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 老天爷记住我了 让我睡一个好觉子 我觉得现在坐在这里立马就能睡着 太困了 今天早上跟我妈说 我说妈一定要多喝点睡啊 今天放我妹了 我看你今天晚上还上不上厕所 因为昨天上了三次到四次 今天我妹也说 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上厕所 可三人回来了 好雨淫 没睡好觉了 明天早上不用早起 让我妹去食堂 顾我妈买一点点饭 一人让你们看一个东西 我之前经常背的一个包 因为去年千年出国就没有背 然后这次终于找到它了 你看看我这个包 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 虽然有丢丢的小 希望你们别嫌弃 别嫌弃 这 真的好像有一个 为什么一到清明节的时候 到处在下雨 全国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在下雨 我今天也是 我其实不该跟我妹妹 因为我本来胆小的清明节 你们懂的 今天晚上睡觉 又不能关灯了 让妈知道肯定又说 一个男生 一个男人 有什么可害怕的 可是真的很害怕 真的超级害怕 这个就是我曾经 最爱背的一个厨包 大家不要嫌弃 它整体来看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雷死我了 买了一堆东西 我还走不动路了 这个下雨下得特别大 超级难走 看我的臂力 没有想到吧 这个雨还是一直在下呢 我洗的全尸了 今天我妈给我出了个搜主意 说 今天你也在医院睡觉吧 你我你妹咱们仨一块 都在医院里边 我说怎么想的 非得把细菌带给我们 再传给别人是吧 我说不好不好不好 所以我就依然居然又走了 这个风真的好棒 哎呀 现在我们马上要去香港了 还有十几天时间吧 内心真的超级超级激动 这一天连续板真的激动 睡不着 然后一次一次跟医生 反复确认我妈的状况 然后一次一次 又去确认航班信息 今天我跟我姐 跟我妹跟我姐夫 跟我妹夫我们在群里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段时间呢 我马上要去了 我说到时候 一定要不要告诉咱妈 咱妈咱们的真实日期 你就是说咱们是 15号或19号 因为我就害怕我妈 前天晚上会特别激动的话 会导致她睡不着 而且他们老两口 从来没坐过飞机 我不希望他们 因为胆小或害怕这些东西 增加一些额外的困扰 但是真的很激动 真的 我自己都激动 你别说他们了 所以我觉得 我有必要让他们隐瞒一下 当然我姐夫我妹 我们全家人都同意了 我们这个群里边 就没有我爸没有我妈 我说我们一定要隐藏好 等我们第二天突发 我立马就走人 他们到时候再激动 已经无所谓了 本本就顾虑 藏木仙 我体温 好 过一天走了 过来看一下美女大姐了 你送我把花给扒开 我那个那两年同温州回来也是来回给大兴计划 大兴太大然后容易转向那种呢 也行走了再走两次就好了也行 我那天从那儿呢就到大兴呢 我到那个北京北京西那儿 我自己走了好久好久好久 已经成功回来了 不要嘲笑我啊 我这从来没有刮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叶毛 我腿上也没有 真的我这很多人问过我这个 我真的从来没有 所以每次我姐跟我妹就超级羡慕 我这个地方 现在觉得挺恶心 但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今天风超级超级大 真的太大了 趁我做饭之前呢 跟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 最常谈的问题吧 我昨天把我从土耳其回来的 第一天的视频 然后我完整的看了一下 然后看到现在了 就是我最大感受 我不知道你们 关注我之后 最大感受是什么 从最开始 我想帮助我妈 我当时很失落 再到后来就没有下班 甚至有很多的迷茫跟无奈 之后就是每天交费 交费不同的交费 然后再到有一段时间 我再看我影片 我觉得很负面 就超级负面 然后每天就过得 不是说不开心 每天好像在讲一些 就是自己不愉快的事情 再到现在 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 其实中间的 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不过我心理变化更多 更大一些 然后现在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因为接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去 香港那边去了 就是具体时间 具体地点 我已经跟我姐 跟我妹 跟我们家人全部都说完了 我真的这段时间以来 我说最多的就是 我很感恩所有人 有可能在我影片里边 我没有及时回复给大家 或者说有人给我打赏了 我也没有及时回复给大家 我真的跟大家道个歉 然后有很多很多朋友 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不管是在财务方面 筹款方面 甚至照顾我母亲方面 照顾我自己方面 以及一些哪些能聊 哪些不能聊 我全部感恩于心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宣布 在我母亲生病这段时间 真的有超多超多台湾人 用你们的钱 去台大医院 长庚医院 然后等等很多医院 你们用你的工资去帮我去 我这些话真的铭记于心 用那些算命的话 就是说 我真的在占台湾人的便宜 还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还有很多香港人 你们一次一次打听 你们当地的医院 这个我全部铭记于心 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大家 我也不知道就是 以后用什么方式 有什么机会会回馈给大家 因为我聊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这账号 大家放心 我永远不会注销的 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展示 有一天大家能看到 我更新的自己 我也希望就是 通过我母亲治病了一段时间 你跟我 我们共同去关注 一个大陆一个老妈妈 她是如何改变的 然后我想改变我自己 因为你们在大屏幕看到的我 比较懂事很多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跟我爸 跟我妈 我们会吵架超级超级多 我也希望就是 接下来的治理过程中 我压力很大 不管资金方面 还是感情方面 还是跟沟通方面 还是很多未知未知等等这方面 我作为男子汉 我自己去承受去 我也希望就在接下来的进行中 我希望我对待我爸 我妈 我能变得更加轻声续语的 我也变得更压有耐心的 我希望你们要共同监督我 比如说今天过评论 今天跟爸爸怎么样 今天跟妈妈怎么样 我希望变成这样子 甚至你们能在我的中国抖音 或者说国际一些影片 看到他跟他爸妈互动真好 这个就是我想要 我不是说为了取悠和奉承评 而希望我自己内心的变化 我想说人生在世嘛 说快也快 我希望我能给我爸妈一个 完美的晚年 也给我一个能弥补 弥补将功赎罪的机会 对这就是我这段时间想表了 当然这些话已经 有心中无心中聊了很多很多了 还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朋友 你们在line上了 在facebook上在哪了 帮我说了很多话 聊了很多 但是由于我个人原因 没有及时回复给大家 甚至有些已读不回的 再次呢 我还是跟大家道个歉 希望接下来日子里边 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 好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我爸我妈 他们第一次坐飞机会什么样子 第一次出院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次我一个人去带着两个老人去走路会是什么样子 我很期待 我相信你们也很期待 对了 明天清明了 希望大家不要太难过 都照顾好自己 拜拜 忘记给你们说了 清明节跟中元节我是不敢睡觉的 所以今天晚上睡觉我会开着灯 因为我特别害怕 就是我们说所为转移好 刚才地 acompañ sits 我也很期待 看不完 了